重庆轨道交通速来因翻山越岭上天入地而享有过山车的称号 现在它又要多一个直通车的标签 9月18日起 重庆轨道交通环线和4号线互联互通直块列车上线载客市运营 直块列车可以通过联络线从一条线路直接运行到另一条线路上 互联互通就是轨道交通列车能在互联互通的线路上直接运行 连的是线路 通的是列车 实现互联互通以后 同一列车在不停车和不改变驾驶模式的情况下 就可以从一条线路跨行到另一条线路上 想去往其他线路的乘客无需下车换乘即可到达目的地 这不仅减少了乘客换乘等待时间 也满足了乘客多元化出行需求 这次环线4号线互联互通载客市运营区间段为重庆图书馆站至唐家驼站 直块列车发车间隔为30分钟 除直块列车外 其他普通班次列车运行时刻不便 直块列车由于停靠车站少 从环线重庆图书馆站直接开行至4号线唐家驼站 仅需35分钟 比普通班次列车减少约11分钟 大大节省了乘客出行时间 家住重庆江北区唐家驼的陈永茂每周末都要去重庆图书馆看书 以前他要先乘坐轨道4号线 然后换乘轨道环线才能到达 自从环线和4号线互联互通开通试运营后 陈永茂中途务需换乘 直接乘坐直块列车就可以到达 这样大大节省了他的出行时间 由于轨道交通行业内 不同线路之间的信号系统采用的技术标准通常是不一样的 线路之间都是单线运营 相互独立 因此互联互通一直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 重庆轨道集团经过数年的技术公关与筹备酝酿 制定了互联互通系统各环节各层面的标准规范 攻克了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技术难关